… 那怎麼找到貴人? 來!請問一下 這個貴人的名片啊 會印貴人嗎? 那你怎麼可以看出他是貴人? 面相要看哪裡? 蛤? 还是会帮你的就是贵人 真的吗 帮你的就是贵人 你们觉得帮你的是贵人吗 是 小姐贵姓 徐小姐 我是台南地方法院检察官 你的户头被盗用 我来帮你 贵人跟小人一限资格 贵人做一件事情 来拜托 各位做一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不管你小孩多大 假设你小孩出社会也好 或在读大学 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持续 不断的 帮你小孩做生日的 请举手 到目前为止 你还在帮小孩做生日 小孩子是读幼稚园的 活小的 你再帮他做生日的 请举手 好 还有举手的人 注意听进去 其他都没有在做 是不是 好没有了 那有举手的特别注意 演讲听完回去的时候 今年开始不要做生日 你帮小孩做生日 他到了国中也不大吸汗 我告诉你 你认真帮小孩做生日 只会出现一个结果 未来他长大 一定会帮他的小孩做生日 我想请问你 你有没有带他回去 帮你的父母做生日 有的请举手 你有带小孩回去 帮你父母做生日 的请举手 OK 好没有举手的人告诉你 你命运比较坎坷 因为你比较少贵人 贵人只有透过感恩 才会有贵人 我帮你 你会感恩 我下次会再帮你 为什么现在人脉很假 现在人脉都是建立在 互相利用上 现在人脉就是彼此有利益 才是人脉 那个人脉就很脆弱的 我没帮你 你会感恩 我更会帮你 如果你带小孩子回来 帮你的父母做生日 他看在眼里 你帮爷爷拿来做生日 以后他长大 会带他小孩回来 帮你做生日 你了解吗 你从来没有帮你父母 做过生日 你跟我说 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 你跟我怕死 我就是不想死 你既然不会感恩 你哪来贵人 你一辈子辛苦努力 你没有帮我一片天 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少贵人 所有成功的人 除了特别努力以外 他还有一个要件 是他遇到贵人 帮他开启那一扇门 那一扇窗 同意吧 同意 各位 这位林志玲长得漂不漂亮 比他漂亮得多得出 他之前在 自邦文教基金会 当志愿 因为饮水机坏了 办公司的饮水机坏了 所以他就拿着杯子 走到大厅来 准备去倒水 这时候一个日本的摄影师 看到 拍了两张照片 如果没有遇到 那个日本的摄影师 他早就嫁出去了 不用到现在烦恼 家不自去 了解意思吗 所以人除了努力以外 要有贵人 贵人要懂得感恩 从来不懂得感恩的人 你跟我讲有贵人 死都不相信 来各位 那怎么样找到贵人 各位 小孩子生日要不要做 要 请问你有没有跟小孩子讲什么是生日 很多人没有讲 我到某国立大学演讲 我说请问生日是什么 他跟我讲 开风趴的日子 那请问什么是生日 生日就是长尾巴的日子 什么是生日 身份证登记的日子 都没有人跟我讲生日是什么 母难日 我讲了一句台湾艳语 居然 这些年轻人回答不出来 我说拼会过 麻油香 拼不过 四地棒 什么意思 大家吹开开 我指了一个 他说老师 应该是拼得过肯德基 拼不过麦当劳 这是谁的问题 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没教 各位 我家小孩生日的时候 只有做一件事情 不是吃蛋糕 而是跪下来 帮妈妈洗脚 三个小孩都一样 现在他们已经精进到 除了洗脚 兼做脚底按摩 我们母亲送的 我脚底按摩 另外说你既然脚底按摩 我就脚底按摩加精油 了解意思吗 我们家规定 20岁的小孩 生日 当天帮妈妈洗脚 还要送礼物 给父母 表示感恩 我这个制度比二代健保更好 为什么 因为当父母的 活得越久 领得越久 每次生日帮你洗脚 还要送礼物 我记得 我这个老二啊 他今年第二次送比较聪明 送一样的 去年 比较没智慧 为什么 因为看他大哥送金币 他又没有赚钱 学生又没有帮他送金币 结果我拿到礼物 我就马上 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 他送我一个护唇膏 保护嘴唇的护唇膏 上面那个49块标签也没撕掉 妈妈如果也是护唇膏 我觉得OK 学生没钱 妈妈礼物包得漂漂亮亮 这么大包 而且还蝴蝶结 妈妈打开一看 妈妈还没打开之前 我就很生气 跟她说 你妈妈生日很辛苦 你有没有考虑到 你们父母辛苦很多次 那不是一次就差不多了 然后礼物打开 五包卫生棉 祝妈妈青春永住 五十岁上用卫生棉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我家老二啊 他读大学之前先到加油站上班 没有出过社会第一次上班 到加油站 回来脸就很臭 就问他怎么了 哪有人这样 八个小子叫人家站着站着一直站着 你说加油站有躺着的吗 第二天回来脸更臭 我说你想那找错钱赔了八百多块 今天都白做了 我说好耶 各位现在赔好还是以后赔 现在赔 对不对 以后也是赔八百多嘛 只是少几个零 多几个零而已嘛 他到学校读书 到嘉义大学读书 我特别 在寒假他要回来 过年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他 学期末你要回来 你第一次到外地 要带一些嘉义的伴手礼回来 送一下 帮助过你的人 要懂得感恩 我的孩子没有什么生活常识 所以跟他吐出口说 爸爸 那鸡肉饭要包装了 要咬肉两个吧 我说你带方块书 你不要带什么米哥和鸡肉饭 带了四盒方块书回来 我说那你四盒怎么送啊 他说一盒送国小老师 第二盒呢 国中老师 第三盒高中老师 最后一盒 最后自己吃 我说大家吃啊 那加油站站长为什么不送啊 我干嘛送他 我才工作了不到两个月呢 我说他自己人生第一个老板 你给我送 我押着他 到家乐府再买一盒送去 一送去啊 加油站站站长 你觉得 哎呀你老师啊 你很厉害 教孩子呢 我不能读个人上方块书呢 第二个学期 七月放暑假 六月期末考 五月我一直接到电话了 谁打来的 站长 站长跟他说什么 考完期末考 立刻回来上班 暑假帮你留个缺 我请问你 现在暑假公读那么难找 为什么人家把缺留给他 为什么 蛤 因为有送药块书嘛 我儿子回来马上跟我讲 爸爸我告诉你 未来三年 每年都要送 还有三种口味 我说你说错了 毕业之后还在送 啊毕业之后还在送 送到什么时候 送到站长往生为止 各位不要笑 我儿子连续送五年 他现在毕了业 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 结果找到了一个汽车 Toyota去卖 Toyota的车子 请问站长跟他的朋友 有车子需求 会想到这个年轻人 会 好 我现在再经过十年 连续送十年都不争断 我现在在信义房屋卖房子 请问站长跟他的朋友 有不动场会想到你 我继续送二十五年 我现在在龙眼关怀生命 请问塔位会不会想到我啊 感恩 成就贵人 连续人脉 你才有积月成功 说到这里有东西吧 好 来 各位 一生只能赚两亿 最多赚两亿 因为赚到记忆跟回忆 好 紧急不好 先送你们九千万 来 拿九千万 诚信生意买卖 千万 别忘同手要合理 经经计较比较 千万要懂消费者心理 周遭人情世故 千万别违反社会常理 父母子女相处 千万要遵守家庭伦理 良好有效沟通 千万别老是满嘴道理 喜怒哀乐情绪 千万要懂得好好管理 中年过后 身体千万要懂得好好调理 平日心灵环保 千万要懂得好好清理 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轮回 千万别忘了 是不变的真理 九千万 有收到了 有 挡住贵人的三面墙 哪三面墙 第一个抱怨 很多人好喜欢抱怨 抱怨就像开垃圾车一样 这样知道意思吗 开垃圾车一样 到处收垃圾 家里垃圾载到公司 公司垃圾载到客户 客户垃圾载收回来 第二种情况是嫉妒 一个人会嫉妒 就很难跟你交心 只有一个 不知道的心中的爱停止流动 一个人心中没有爱 你永远不会有贵人 各位 三样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活得非常痛苦 大家愿意付出的地方叫什么 叫家 为什么不回家 没人要付出吗 我想请问你 跟你真心在一起 不是为了钱的 才叫家人 你们现在有时候兄弟姐妹 不亲为什么不亲 那有一个钱在家 对不对 你跟小孩跟北部 谁不亲 都是钱 钱在做人 所以你没家人 各位抱在怀里 不见得就是 你们到底人 抱在怀里 还可以跟你同甘共苦 才叫爱人 三个都没有叫孤家寡人 你是孤家寡人 你怎么会有贵人 来 小人的世界 只有相互利用 贵人是留在有爱的地方 让爱流动 最后 希望各位能够用家法 去疼惜你周遭的人 也希望你能用减法 去面对挑战你的人 更希望你用惩罚 去感恩帮助过你的人 用处法去原谅 伤害过你的人 送各位三颗心 有很多人读佛经都会看到 发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发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三菩提心是什么 如果你三颗心找到 你开始快乐 开始有贵人 第一颗心 天下没有不可原谅的人 因为我找到一颗感恩的心 初发菩提 我会看到别人越来越多的优点 我找到一颗明亮的心 二发菩提 我想得到更多的自由自带 我拥有一个快乐的心 三发菩提 三颗菩提心送于各位 今天的演讲 抱歉不专业 但是我跟你交心 希望持续有我们未来缘分 谢谢各位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文化的新传 是未来的希望 在目前人心不安 恰致温暖的社会里 文化教育的工作非常重要 也货在内界 请两宾 希望能为归放文化 多实教育 心愿心理 出版一系列温馨 一系列温馨书 新年为社会 诸如一股情流 为你吸取 心灵的传口 再来光碧 与希望 千里 相和 安和 人间净土 我们衷心感谢 你的支持 与爱 你所购买的 每一套温馨书 都将是支持我们 继续推广 文化教育工作的 最大动力 再次我们除了 再次感谢外 愿平安 邪恼 永远常住 明星 请两宾 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